你們有什麼想問我? 的確 我們在拍攝的地方 真的有很多怪異的故事 說回我在20年前 我在TVB剛剛進去做演員 觀眾可能未必知道 電視城在哪裏 在清水灣、片廠、油站 這個電視城出了很多紅聲 包括劉德華、梁朝偉、法哥 很多很紅的藝人都在那裏出來 不過我進去沒多久 已經聽到很多傳聞 尤其是說那裏會出現一個婆婆 這個婆婆就會在那條斜路 即是在電視城旁邊 有一條斜路 她會推著車走過 每個人都會說 你有沒有見過她? 很可怕 因為見她一直在斜路走上去 但你一轉面是不見了她的 也有人說她們的女廁 我記得是尾座還是最後那一格 千萬不要進去 那扇門是長期都關上的 還有人說洗完手不要照鏡 她說鏡子會看到其他東西 其中我記得有一塊是生鏽的 是有很多一點點 還有有一點像裂痕 不知為何沒有換到一塊新的鏡 但總之每一次我看到那塊鏡 我就會很害怕 是害怕的 你每次想快點修圓 快點快點 快點休息一下 那條褲子就出去 如果你問我真的感覺到 反而是在現在的電視城 我記得我拍攝影師 那時拍高頻滿座 即是每天都要拍的 一至每天都要拍 真的會很睏很累的 放飯的時候 我記得我和五姑娘 還有丸仔 軟勤單 我們就進去休息室 那裏 全民當時都說 女休息室是比較熱鬧的 但因為太眼睡了 眼睡到的程度 我覺得要用一個小時的方法 是要立即充電 然後就躲著眼 我真的感覺到 有些影子在那邊走過 總之是有人走過 但其實是沒有人 但當時我已經太累了 我就不理了 但這個是非常多人說的 即是說 裡面會有人 即是有朋友幫你蓋屁 或者你放一些東西 突然間會 放在左邊這張梳化 可能突然去了右邊 那次之後 你還有沒有 再去過休息室 沒有 其實我拍完 那套戲之後 我就覺得 睡覺也是回車睡 如果睡覺 我現在都會上回車 開一點窗 好像沒有那麼害怕 我自己的車 有啊 馬來西亞其實是我最喜歡其中一個地方 經常都會去宣傳 或者做一些工作 但如果你說遇到靈異事件 我又真的沒有 因為我進到酒店 如果發現頭暈 有些噴味 有些壓迫感 我立即要換房 以前有一個不知哪位前輩 他會教我 將衛生巾 未用的衛生巾 M巾 叫我擺到到處 在酒店 他說那些朋友會害怕 而且如果你剛好 你是趨勢 他也不會傷害你 無聊 但現在沒有這樣做 我十多二十歲 好笑 又說拖鞋不能向床的方向 總之很多奇怪的事情 我試過拍攝 是真的 導演說 麻煩大家靜一點 沒有 是不是未關電話 真的沒有 大家都馬上拿電話出來檢查 後來大家都關了電話 不是啊 我還聽到 是女人的聲音 我們都看著他 真的沒有人說話 真的糟糕了 因為他收到另一個空間 還要有寶寶的聲音 然後他就說 照拍攝沒事 嗯 然後他已經很害怕 他就說 沒有了 後來我們剪機 離開他才說 他錄下了空間的聲音 是真的有女人聲 還有有寶寶哭聲 但肯定是沒有的 周圍是沒有可能有的 是害怕的 但做這項目 我覺得很多 我們是不知為何會這樣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遇過一件 是很 真的真身 我自己是感覺到 靈異事件 在我身上 就是我當時 我是住在上環 很近文武廟的 沒有啊 當時搬過去 因為我年輕 還小時候 打算近南貴坊 就是去飲食快 一條車路去 省回的士錢 誰知道很糟糕了 有一晚凌晨 我記得是1點鐘左右 開始發生的 第二天我要回06 要拍攝 家裡只有我一個人 還有一隻狗 我記得牠是很活動的 那隻狗 晚上我把牠困在籠裡 原因是因為牠周圍都弄爛了 而且牠很活躍 然後牠不斷吠 吠得很淒厲 淒厲到 我覺得這次出事了 因為人們說 如果動物和小孩哭 這些都是可以接觸靈界的東西 正當我想走出去 喊一隻窩窩的時候 我動不了 我整個身動不了 我記得床頭櫃 就是在我旁邊 有個鬧鐘 我看著我鐘 我的口罩是 動到那一刻 就馬大了 隻狗在那裡吠 我就欺負 動不了 然後我心想 是在做夢的我 還是真的 不是 真的 因為我看到鐘是動的 那些秒針 它一直去 到凌晨三點 我也是這個動作 我是動不了 然後我的口水已經流乾了 都還沒最害怕 最害怕是去到三點鐘 我的人已經很生氣 做什麼搞我 你都跟我說 什麼事 你想我幫你 你都要告訴我 你不要讓我這樣 結果牠就摸我了 我感覺到牠是暖的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牠是暖 沒有logic來說 怎麼會暖 總之是一股熱流 在我由頭 我現在做一次 就是這樣 牠的手很滑 就是牠這樣摸我 我已經是 我害怕到 因為動不了 好像覺得自己是飆冷汗 然後牠摸摸摸摸 這樣是不會色色的 不會去到這些 總之牠摸到背部 沒有氣到牠的 然後我發火 我覺得這件事太過分了 然後我就用盡狗牛義虎之力 那個人 蹦了起來 我就說髒話 因為人家說髒話 嚇牠是OK的 但當時我是太生氣的 我就說到 不知道說什麼 一直 然後我就說 你現在做什麼事 你有什麼跟我說 你搞完我了嗎 我將來零六 我沒得睡 一喊 那隻狗又不肥 不但還好像有股氣 然後全家屋平靜 變了沒事 當然我就馬上搬 都知道應該是 惹了一些朋友回來 但我後來想回 因為我樓下有很多 賣棺材 還有全部都是賣一些 很古舊的古董 我就覺得 剛好又是平衡時空 即我科學一點 突然間連接了 我和WOW狗 和牠 我覺得牠都是想我幫牠的 結果我就找了朋友幫忙 做了一些事情 令到這件事化解 因為我不懂 我就叫朋友幫我 這個是我的人生 就算你看過多少次 這些故事 我只有一個經歷就是這個 我覺得是挺恐怖的 我覺得那些朋友 其實真的不會突然害我們 整股 我覺得會 可能會貪玩 我唯有我們 在繁奸的我們 人類 我們要做的事 就是你不是做虧心事 我們都是很正面 正能量 我們都要讓牠知道 如果萬一牠給了一些訊息 你想你幫牠 你幫到牠 你盡量幫牠 其實很慘 可能牠們過了生 牠們也有很多事情 未能解決到 可能剛巧牠們 牠們升到你 那裡 你可不可以幫忙 你不需要去嚇牠 或者你討厭牠 現在因為我生了小朋友 沒有那麼多這些 每天放工回去都很累 就算有什麼事都不管 你繼續 然後我就會睡覺 喜歡這條片的你們 記得給個like subscribe 和share 還有記得按鈴鐺 以後我有新片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們 拜拜